北京时间8月6号 美国财政部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 北京学者认为 美方此举既缺乏依据 也没有经济基础支撑 最终会殃及美国经济自身 按照美国财政部此前公布的标准 认定一国为汇率操纵国 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对美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 经常项目顺差超过GDP的3% 净买入外汇在12个月内超过GDP的2% 中国并不符合这些条件 在当天举行的一场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上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白川称 美国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既缺乏依据也没有经济基础支撑 美元一旦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 人们会抛弃美元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就会受到冲击 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是美国最核心的经济利益 所以我说 美国的贸易战的政策手段 以及希望美元对人民币相对贬值的一些政策主张 都是存在着自相矛盾 而且是在走钢丝的 它最终可能会挑战美国自身的核心的经济利益 当天中国央行也明确表示 这一标签不符合美财政部自己制定的标准 是任性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 严重破坏国际规则 将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影响 从宣称自9月1号起 对中国3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到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近期美国对华施压动作频频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智囊认为 美方极限施压非但不能迫使中国妥协 反而可能会使美国经济面临明斯基时刻或雷曼时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实美国其实面临着一个潜在的明斯基时刻的到来 也就是当资产的价格攀升到了足够的水平 现在美国的资产价格是处在历史高位的水平 但是突然有一天当大量的投资者 逐渐的丧失信心减少投资的时候 迎来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 引起金融市场的极大的混乱 那这个时候就会迎来可怕的明斯基时刻 这场贸易战美国方面挑起的 但是你挑起了这场贸易战 你要想你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不是你想象的那个 应该远远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成为引爆下一场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的这个潜力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李刚称 从加征关税到打压中国企业 再到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美国一系列极限施压举动 将使世界日益认识到其失信 失德失犯的错误 最终陷入孤立 更像一个飞去来去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运行的轨迹 就是抛出这个飞去来去的一方 最终会扫向自己 反伤自身 那么落得一个损人害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感谢观看